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 告诉我 为什么 因为 你是我最爱的小侍女啊 你不可以叫我的名字 必须要叫我大人 以前对我什么样子 以后对我还是要什么样子 如果 你想像那个海马经一样 被暴尸三日的话 你现在 就可以跑出去告诉其他人你是谁 你来香取山是何目的 懂了吗 谢谢你 说什么呢 大方点说 我说 我说 我 愿意给九云大人做奴 报答九云大人的救命之恩 迟了 你想巴结 大人我还不想要呢 哎 哎 反正 反正小的是穷得一清二白了 只能给九云大人当牛做马了 把药唇惹喝了 好 嗯 想不到这灵灯 竟如此厉害 九云师兄 是师父找我来的 谢谢九云师兄 九云来了 您老人家今日可好 非常之好 又偷着去练功了吧 没关系 不过是一支千年制邪的妖灵 你不会认为我销售不起吧 我只是想奉劝你 练功欠我急功近利 当心魂飞魄散 好 都听你的 你的也好好看 对啊 你给我看看你的 给你 紫禁 依馨 玄珠姐姐 我来给师父送刚酿好的紫红华英 这 师父和九云师兄正在议事 恐怕 那我就在拼店等候好了 这紫红华英 这紫红华英是师父的心头号 师父前几日刚交代过了 你要好就要送过来的 显珠姐姐请 嗯 你看 好看啊 这个 换你来 也不是为了此事 这香取山的一草一木 皆是在我的墨许下种的 此类俗草你可曾见过 没见过 虽说海马精死了 可现在的香取山 一定还有其他的间隙 这蒲公英上 附着高明的法术 应该是他们用来传递消息的 这儿 白鹤龙王 你这个老花头 我就知道 你还有别的招 九云哪 我之所以让你 来统领山上的房屋 那是因为 你和我的命运 已经修妻与共 脉脉相同 所以我对你是完全地信任 可你们莫要因为大义 坏了我的仙山 也毁了你和我的仙家修为啊 啊 是 弟子明白 尽快地找到间隙 谁在门外 师父 弟子玄珠来给您送死红华鹰 进来吧 诺 师父 九云师兄 此酒刚酿好时最是清香 弟子不敢怠慢 连夜就送来了 希望师父喜欢 你送的为师自然会喜欢 放下吧 诺 还真是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啊 师父 看来今日 我也是口福不浅啊 玄珠 休息吧 我和九云还有些事情要说 小白 干什么呢 我来看他醒没醒 他醒没醒 跟您有什么关系 九云 我怎么觉得你也在骗我 诶 我可警告你啊 莫要在这乡曲山上玩火 方言整个仙界 谁要敢在这山主头上动头 那就是不要命啊 他到底什么来逮着你 有人来了 傅九云 佐公子 这 这儿呢 左公子一个人来的 为何不见玄珠公主啊 看样子 此番前来 是要与在下决斗啊 左公子 你可知在下的名讳 是施者 你既然知道我连上仙都敢杀 你区区一个凡间的瞎眼书生 我劝你 还是不要自寻死路了 就是 别自不量力 快回去陪你的玄珠妹子吧 别不识好歹啊 好 好 好